取到鴻魚草木這個部分 因為我一輩子都在崇散自然餘血 就是想要說我們用最自然的 不希望說動不動靠藥物 動刀去解決我們人類的一些問題 所以鴻魚草木就表示說崇散自然 剛開始接觸這一塊 就是打拳 經常就玩來玩去就會受傷 他順便就教我們 你這個受傷的時候打拳什麼問題 然後就幫我推 最主要是從那個時間接觸到說 原來人受傷竟然可以這樣推推就好 所以我從小就只有那種概念 當然我長大了以後 我就從事到處學習 到處學習這種推拿的手法 所以我後來到歐三十年前 跟拜託很多老師 包括我們國立體育學院的林靜立老師 這一部分我是跟他學了蠻多的 這歐十多年來 我都一直在接受他的教導 所以我懂了很多的運動傷害防護 都是林靜立老師特別照顧我 也教了我很多 再來後來就是有一個做脊椎矯正的 叫譚世青 他當過我們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長 但是最主要是因為他比較有學理上的瘀劑 所以我們有這個瘀血背景的老師 在教導我們 所以在學理上 我們就能夠更加融會 把它貫通 包括我們運動啊 對腦手法啊 因為這麼多年的食物啊 因為來自於各階層的人 他所受的傷也都不一樣 所以真正講起來 我的老師就是那些病人 因為他們的所有問題 就是一個很好的教材 那我經過這麼多年下來 我才會研發出說 很多東西真的不是我一雙手都可以注意的 所以在二十多年前 我在助手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運用一些腐劑啊 做我們人力上手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我二十年我才發明到 現在的我們叫做反地吸引力 多功能的力動團 因為你想當一個人 由上往下壓 壓迫到你沒有辦法動的時候 你怎麼去解決它 不是靠打針吃藥 這個解決不了它的問題 甚至於那更嚴重的 也不是你開刀就可以解決它的問題 那重點在哪裡 我們應該要把往下壓的 那個力量呢 去把它倒過來 讓它做一個分離 因為你少力腳上投下的 它幫你做這個動作 它一直在幫你做伸展縮縮縮 伸展縮縮這個刺激 它可以把你攤掉的肌肉呢 透過這個系統 它可以讓它細胞活化了 因為你一直在刺激它 相對的 它就有可能把你的脊椎 把你穩定下來 除了穩定以外呢 因為你細胞活化了 它就不會再造成一個壓迫的問題 也不會造成它身體不穩定 所以當然也不是一次兩次 它就可以解決 但基本上 這個對人體幫助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說我能夠透過我的邏輯 透過我的方式 能夠去幫助大家 來拯救大家 就這個樣子 我這個人是一個很務實的人 我不會去跟你講到有的沒有的都不會 我把真實的這一面就呈現給大家 讓大家看到說我們有一票人 要跟著我一樣的 很熱忱 想要把台灣這一塊 去把它做出來 來照顧這個社會 希望老天能夠祝你們大家 有一個好的結果 這是我的期望 為甚麼 這是我的 我真的可以 在美國 有 我們